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只要将来实力足够 甚至可以到秦国首都附近捕捉游行 最重要的是 秦国是西部边塞国家 想扩大影响力就必须东出韩国关 参与到中原国家的军事外交斗争中去 而魏国占据河西 就把秦国死死堵在关州 不让秦国军队出韩国关 从此彻底越离中原 直到成为魏国的潘中参 杀人还有诛心 这道封锁线太厉害了 此后几十年 秦国被锁在关中出不去 中原的人才和物资也不愿意进来 落魄的要死 其他国家充其量 把他当作一个西部蛮夷 秦国当然尝试过夺魏河西 可惜由于国力不行 每次都损兵折将 有一次动员起五十万大军 依然被五万魏武族杀得大败而归 秦孝公继位的时候说 诸侯比秦 丑莫大烟 于是秦孝公和魏央开始变法 他们以魏国的执政方略为蓝图 逐步改变秦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 比如费景田 开签墨 设立军功绝等等 极高提到了秦国国力 并且组建了一支强大的军队 经过二十年变法 秦国终于有了挑战魏国的实力 而魏国做了几十年霸主 自诅为世界警察 养成了意志气实的臭毛病 谁要敢忤逆魏国的心意 肯定被打的妈都不认识 不过这个世界上从来都没有永远的霸主 也没有永远的小弟 什么事情都是可以发展的 公元前三四四年 魏国君主召集天下之后开会 想在大会上自立为王 结果追随魏国数十年的韩国没来 意思是不承认魏国称王 魏国觉得面子上挂不住 韩国小老弟都反了 这还能了得 犯他 三年后 魏国大军冲向韩国找场子 韩国实力不太行 赶紧向齐国求救 齐国是东方大国 一想挑战一下魏国的霸主地位 便派朱田继和孙并出兵 救援韩国 田继和孙并的办法很简单 通过每天减少做饭灶台的办法 让魏军统帅 庞娟以为 齐军每天都在减少 诱惑庞娟追击齐军 到孙并事先埋伏好的战场决战 这也是兵法里的减造计 庞娟追到了马雷一带 中了齐军的埋伏 导致十万魏军覆没 庞娟自闻而死 雄聚中原的魏国 从此彻底失去霸主地位 沦为一个二流国家 就在此时 魏央对秦孝公说 秦国和魏国的最终出路只有一条 不是魏国吞并秦国 就是秦国占领魏国 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如今魏国衰落诸侯背叛 正是乏味的好时机 只要打败魏军 秦国就能收复河西之地 离寒谷官已知天下 这才是帝王之夜啊 秦孝公对魏央说 好啊 你就带兵吧 魏央其实没费多大功夫 只是给魏军主将公子昂写信 说你过来吧 我请你吃饭 公子昂就去了 把公子昂绑了 然后突袭群龙无首的魏军 大胜而归 这不操作太骚气了 没见过这么打仗的 魏国刚在马林输给齐国 如今又被秦国打得抬不起头来 连面和实力都丢尽了 魏会王没办法 秦国不就是要河西吗 我给你好了 秦国这才基本说服河西师弟 距离被魏国侵略 已经过去整整68年 而魏央因为说服师弟的功劳 被封为商君 享受商务失无益的赴税收入 成为仅次于秦小公的第二人 魏央也被人称为商鞅 从此以后 秦国以河西和韩国官为跳板 经常东出中原 参与列国争锋 再也没有人敢小看秦国 在奋斗100年 秦国统一天下 可以说收复河西 打破魏国封锁 是秦国崛起的第一步 更是向世人宣告秦国实力的标志性行动 如果连实底都收不回来 被魏国私私封锁在关州 哪怕秦小公和商鞅的变法再成功 谁信呢 只有用实力洗刷耻辱 才能明明白白的告诉世人 我行 历史不会简单重复 但会惊人相似 自从蒋介石虎聚台湾以来 台湾就成为美国唯独中国的一枚棋子 和日本韩国某些东南亚国家 组成一条封锁线 把中国封在东亚大陆 从这方面来说 中国的台湾就是秦国的河西 同样是没有收复的故土 同样是霸主封锁的重要环节 而中国和秦国都改革变法 走在崛起的路上 同样的历史必然是同样的命运 新国打破封锁线 得到地缘优势 逐渐走上东出争雄一统天下的逆袭之路 中国想打破美国的地缘封锁 第一步也是收复台湾 只是国人的共识不必多说 不过从这些年台湾忠客的尿性来看 想让他们主动回来 恐怕是没什么希望了 他们最想要的结局是保持现状 不回来不打仗也不独立 他们明白 一旦宣布独立 我们这边肯定要动用武力 强制统一 可只要打仗 凭台湾的二流部队 怎么可能打得过 只有保持现状 台湾才有资格做美国的马前卒 作为一枚制衡中国的棋子 这么看 蔡蔡子们还是能认清自己定位的 但万事终有期限 中国不可能任由台湾的事情拖延下去 就像我们之前说的 要是连故土都没收回来 你说自己多么强大 世界各国总要有点怀疑 只有收复故土展现实力 才能向世界各国证明 我可以 到那个时候 他们才会重新认识中国 并且在大国博弈的世界格局下 抽筋选边战队 既然台湾主动回来的希望渺茫 那么唯一的选项就是武统了 相似的共识是 武统台湾没问题 但是很多人担心美国出兵 不过我们觉得美国大概率不会出兵 即便真的出兵 力度也不会太高 据一个台湾时政评论员分析 在八百公里的作战范围内 美军能用的只有一个机场 解放军沿海有45个 这还怎么大 甚至在解放战争末期 美军也没有直接登陆 帮蒋介石和国府作战 现在怎么可能为了台湾 和早已经非细比的中国作战 美国也是考虑成本的好吧 那么根据历史经验 我们可以畅想一下未来 收复台湾以后 首先戳破的是美国泡沫 台湾追随美国多年 却得不到美国的权力保护 其他国家就要小了 既然美国没有保护自己的意愿 那还跟着他干嘛 美国的霸权开始塌方 因为任何事情都讲究说话算话 以前美国说杀你全家就杀你全家 于是大家都相信美国的实力 现在嘴上说的凶 行动就跟不上 说明美国说话不算话了 该给的好处给不了 该尽的责任做不到 人性也就散了 接着便是东南亚国家重新战队了 他们都是小国 当大国博弈的时候 他们还能在夹缝中求生存 顺便骑墙观望下注 一旦大国博弈在东亚分出胜负 他们的出路只能是一边倒 然后再说韩国和日本 这两个国家苦美国久矣 琢磨让驻日韩美军撤走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他们会不会趁机跳出来 借中国的事让美军撤兵 到那个时候 东亚的一举死骑就盘活了 中日韩的关系会更上一层楼 就像秦国收复和西林韩谷关制中原一样 中国收复台湾 不仅可以打破地缘封锁链 还能整合东亚资源 进一步和美国争雄 当然武统台湾好说 带动东亚的死骑很难 需要真正的国手操盘 不过也不是没机会 毕竟是在人为盲 现在中美私立的越来越明显 要是美国为了遏制中国 加大筹码和台湾联系 以上说的不是没有可能发生 事情可不就是这么发展的吗 美国国防部长艾斯珀 在8月24日发表文章 标题是五角大楼已经为中国做好了准备 说中国要重塑国际秩序破坏全球公认的规则 美国将和中国进行长期竞争 扩大盟友和伙伴网络 并且加强合作伙伴的能力 艾斯珀的文章有三个意思 长期竞争 继续招聘小兄弟 把小兄弟们武装起来 就在9月17日 美国副国务卿克拉奇访问台湾了 这是42年访问台湾的最高级别官员 明显可见 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 美国更重视台湾了 作为对克拉奇的回答 东部战区在9月18日在台海附近实战化演练 东部战区官方微博明确表态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 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汪文斌在记者会上也说 这次演习是针对当前台海形势 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导完整 所采取的正当必要行动 任何以台制华起扬自重的企图 都注定是死路一条 这话说得很重了 可以看得出来 官方已经基本放弃合同的希望 准备武统了 至于时间嘛 要看中美关系进展如何 以及蔡菜子如何作妖 以前估计是两年后 现在不确定了 说这些不是鼓吹打仗 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我们个人鼓吹不鼓吹 真的决定不了什么 毛教员不是说嘛 要打多久 我想我们不要做决定 过去是由杜鲁门 以后是由艾森豪威尔 或者美国将来的什么总统 由他们去做决定 一直打到我们完全胜利 台湾到底什么时候回来 恐怕要由川总做决定 不过照目前的局势来看 这一天不会太远了 我们肯定能亲眼看到台湾回来